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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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覺得我沒有想過 我想要想要想回家 而想要想要想讓人與家自家 他們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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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whereas我們去開花 那些花的花花 在一起去 那些花花的花花 讓我們來花花 我們來花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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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曾经在设计的地方 在设计之中,他们在设计之下 他们在设计之中,他们在设计之下 他在设计之下 而是用人和其他人的作证 那如果我推荐他这边 我们发现有什么样的 能够太多了 害怕他们的背后 他在谌判断谈了 害怕他们的牙医 他们不浪费让人过去和这个地方 就讓人來走 以我們之前的事情 去看 最最濫的地方 以我們也需要 再允脾氣 吃那天 又喝到自己採的美食 說什麼 我比賽 什麼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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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但以播客人和台廳是以很可靠的 中国人, 如果在这里导致, 会让每一位人交流 都是与他们交流很少的 和一位人交流很少 的 因为他们交流很少的 之后 我就得把我们交流去 而言的时候 你通过我 我们不想让 为何我们把我们交流 我的状案 这样, 找回人交流 这些人交流 昨天我们介绍了进朱律仪,长进律仪,也就是通称的八官宅界 所谓的八官指的是八种之分 之分的意思是相对于根本来说的 也就是它是处于从属次要的地位 那么根本的律仪实际上指的是 一般在居事界里面所讲的四种罪 也就是杀、盗、盈、妄这四件事情 不管是大生或小生 四种罪都是属于根本必须要戒除 必须要守护,避免造下的严重过失 杀生、偷盗、谐音跟妄语 这些是人们所都需要注意的 在这当中对于一般民众特别值得注意 影响力特别大的是谐音 在社华官宅界期间是不能够有性行为的 但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要戒除谐音 再加重戒除谐音 不管是从小生的观点或大生的观点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如果不与过去生业力缘分相关的伴侣在一起 反倒是去寻找其他的不合一的友伴这样子的关系的话 是会对自己来说会造成很多的不善业的 这些不善业不仅在今生会导致家庭的不合冲突 也会糟蹋自己人生的幸福 这还只是今生而已 就来世来说也会有果报的 比方说未来是不容易得到亲密的伴侣 或者是与伴侣分离 或者是伴侣的长相 或者性情是非常不好的 会有诸如此类的果报 我们应该晓得透过亲近的戒律才能够获得人的身躯 所以断除邪淫这样子的 实戒的功德是非常重要的 如此才能够获得善果 那在断除邪淫方面 最主要重视的誓言就是慈爱 就是爱心 彼此的爱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断除邪淫 对所有的修行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那么在八观济界期间 则是要断除一切与性行为相关的事情 在八观济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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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是要断除一切与性行为相关的事情 我说你要在哪里 我说你认识什么 你认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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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什么 你看你 在哪里 你 你今天到处了 你打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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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我说你 你 但是说来 咱们太久去死了 我们太久干净了 那是咱们太久了 那太久了 我们太久了 能大利划 我们太久了 那这种温暖的 不过来 我们太久了 那如果有温暖的 在乎下来 那太久了 在那里 有 space你也要拿来 那些花是花是花是花的 是花是花的花是花的 芽的花是花的花 这中国人和古人都在绝对文化 所以我们都在许多多年 我们都在许多年 我们都在许多年 在许多年 我们都在许多年 这下来我们都在许多年 我们都在许多年 前面,真是逆行的儿子 在中 Secretary的注册啊 做一個 麻煩你 手上護你 花乾 給點花酒 aro 給點花 給點花 芭蕃 辣美葉 茶 讓出來 雞蛋 都是拉麵 辣的 但是 想說 花jer 花월 花 designer 花森 花花 茶 花 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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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儿被你捏得了 但是这些人在你 不在那儿被我捏得了 你太子是对我传计了 什么东西 这一片 你太子这一个人 那么 这个人 那么 这个人 回来的 这个人 我已經做了就是要吃乾淨子 我還要日本還要吃乾淨子 我都會吃乾淨子 都有在宇宙上打释 Democrats 也许在乌兰,在乌兵上打释, 在乌兵上打释放在乌兵上, 都是在乌兵上打释加柯, 就是在乌兵上业打释拿出 打释放在乌兵上, 在乌兵上打释放在乌兵上, 在乌兵上打释放在乌兵上, 身份军上全是一个振走的公子 leadership, 就像乌兵上那种振走的私人, 人民。 讲到协音的时候,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主要的内容是将他人的配偶或伴侣 据为己有 就是与和自己不相称的伴侣同行 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行音的故事 还有另外一种是在非处不合一的场所 行音以及非时在不正确的时间行音 比方说在妇女怀孕的认诚期间行音的话 这也是属于邪音的一种 应该要晓得当我们在遵循这些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的时候 或者佛陀所教会的戒律的时候 它跟国家的法律是有所不同的 国家的法律是只要你没有被警察抓到 或者说没有被发现的话 在人所不知的地方犯法是不会有任何的后果的 但是佛陀所谈的戒律 内道佛教的戒律是属于内心的戒律 所以我们应该要自律的 也就是自己要晓得 如果我自己造了某某的罪行将来当会如何 这是都要考虑的 因为所造的叶就像是花朵的种子一样 它在我们的心里面播种下来之后 透过生跟雨的行为可以使我们的烦恼显发于外 所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结出叶的果实 也是会开花结果的 我们藏人常常有重复的一段话就是 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事 就是想要知道过去曾经造过什么样子的业的话 光看今生所受的果报就非常清楚明了了 那么遇到痛苦的时候 想想这样子的道理 就晓得这是在消磨过去所造的恶业 应该要承受而不是去逃避它 去规避所要受的痛苦的 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不能够接受一类因果的规律的话 就会失去自己掌握人生的自主 同样的谐音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任凭着自己谐音不懂的规律的话 那就会葬送自己的幸福的 所以在持守这些戒律的时候 应该要能够自律 不需要其他的外力介入 不需要警察机关的要求跟取缔 应该要自己能够知道要如何的去持守戒律 戒律它是一切安乐跟利益的根本 就像是发言文里面所讲的 一切利乐之泉源 指的就是佛陀的教法 而在这当中格外重要的就是戒律 因为它能够使我们在战时上获得社会安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 国家获得发展等的效果 在长远来说 一个持戒者可以在深深实实当中享有安乐 所以戒律是如此的重要 因此大家应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 尽可能的接受长进律仪 尽可能的受法官宰戒 看自己的情况如何就具体的条件去 正式的受持法官宰戒 当然你也可以在不同的教派的善知识师长那边 受到这个戒律 这都是可以的 按照实修传承的 实修传承的讲法来说 我们对于善知识产生信心 主要是对他所讲的话语产生信心 所以我们不要在教派上面做太大的分别 认为他是戈鲁派的如何如何 我是什么样子的派又如何如何 不要在这个文字上面下 不要在这个教派的分别上面下功夫 应该去想 我们都是修习佛法的人 所以我们所学习的都是佛陀的话语 都是佛陀的教会 重要的是他的话语 有意义的是他的教会 所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应该在事长或者是在佛前 自己受长进律义 乃至不能够全面的受持的话 也应该像昨天所讲的 能够受持知分戒 能够受持一分戒也是非常好的 那比起受持四重罪以外的那些知分戒来讲 如果能够守护四重罪 避免四重罪的话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大家随分随力的受戒持戒即可 是比较常见 那就是骑不得到 现在的习惠了 我们就会怎么讲 在小可以做事 呢 我们就会和人怎么做事 在叫做事 我们都不讲连续了 那不是骑不得到 跟这些人有什么 那些人留过来 因为那些人都在得到 那些人都在做事 也在龙多障所的供小авай里之龍也和蒜 所以以前有一些人 年了,高 Tiago 那是若竹在那裡 那就是若云 kepada家 那是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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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东西的东西 这是一种东西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东西是在这里的东西 从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就是有一种东西的东西 这就是东西的东西 那是大方的东西 这都是和中国的东西 我自己做了,你会说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做了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做了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做了很多的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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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讲解在届的内容的时候 有一个部分是关于苦刑的知分 也就是日中一时过午不时的事 这方面还有讲到如果受持一日灾戒的时候 也有这样子的规矩 或者是乃至一整天都不进食采取进食灾戒的情况 那么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样子的做法 它是不合一的 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必要性 实际上它是有必要的 而它是有意义的 而且它是作为一种苦行的羞耻 来从事的 那么在某些修行人 他们可以按照禅定的功夫 透过禅定的功夫 修摄取精华的修法 乃至于连续一个月不进食都是可以的 像过去成就自在的主望金刚尺尊者 主望任不切 他每个礼拜会进行一次的进食的法官在戒 所以如果真正懂得方法的话 透过摄取精华术来完全禁绝饮食而修苦行 这些都是做得到的 那某些弟子们都反映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还要做这样子的修持是蛮辛苦的 确实它是一个辛苦的事 它是一种苦行 但是它也是一种实修 我们如果晓得在人生当中 其实很多痛苦之一 比较严重的痛苦之一 就是得不到饮食 就是没办法吃东西 是非常严重的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痛苦 所以它可以成为苦行的一种 那当然我们从健康角度来讲的话 就像昨天也提过了 如果过度的饮食 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 所以如果能够从长期的角度来说 逐渐的减少饮食 或者说乃至于有时候能够采取进食的话 它确实是对自己也有帮助的 就像是过去Milio Silva尊哲在修持 修持的时候 它也是以慢心为食 这也是一种修持苦行的方式 所以我们用采取进食的方式修持 它是有必要 在能力能及的情况之下 也是需要修持 自然而言聊到 然后有些这些人 从生活里面有多了 在成为对方采取得到 什么时候 那些人找到 什么时候 在这些人去训练 这些人 那些什么人 所以要去内服 接下来 在那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 tran会儿都你们要管都哪个意思 调整得太多了 因为他们只能对自己承郁 nossos孩子 一些 From bus上 逛天保一ort 爱命 但是这将渓人 not的问题 对这些人没有问题 太多了以沟层的事情 在我们受戒以后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常常受戒 乃至每一日受戒 这都是非常好的 常常受戒 在得到戒律以后 应该念诵 清净戒律陀罗尼 就是在佛经当中 所讲的这个陀罗尼咒 是我们自相续 能够圆满的具足三世 所有佛陀跟诸佛子的戒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平常如果在受戒以后 能够念诵二十一遍 清净戒律陀罗尼的话 是特别好的 如果不行的话 就念诵七遍 平常我们受八观灾戒的时间 通常是早上 当然你也可以在其他时间受 不过如果是早上的话 受戒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护持自己的心 不会放逸 在你早上受戒以后 念诵这个咒语 二十一遍或者是七遍都行 它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 诸佛的戒的功德 并且能够清净往昔 曾经造下犯戒的过失 并且使自己能够替力自身 不要重蹈覆射 不要再有犯戒的情形 我们在持戒的时候 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认为 犯戒只要忏悔就好了 所以犯戒是没有关系的 你在持戒的时候应该要立下的实验是 即使今天遇到生命的危难 也应该不舍弃自己的戒律 如此去持戒 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犯戒忏悔才是有意义的 否则的话 认为自己是犯戒之后还可以忏悔 所以犯戒是不要紧的 就是会有很大的过失的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做思维 每一位都有 变成了 之后 因为人生父母在书家 和身为性的 然后人生父母在书家 断道 不习惹 人生父母在书家 不习惹 人生父母的 也不能这样子 在书家 人生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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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那有意思就是 那是 这个 这样做到 就是这样做的 这个是 如果对 那样在 这个是 其他 童一些 有的 似乎 似乎 有的 一种 啊 还 他是 因为 他们 啊 在 因此,中國有桑蔻 再来就是念完了《境界陀罗尼》之后 应该要念诵《此时愿文》当中 关于守护经经戒律的发愿文 《此时愿文》里面有这么一段 那《此时愿文》是过去《此时弥勒菩萨》 每天白天三次 夜晚三次所发书胜义乐的发愿文 那么透过这个发愿文能够广大累积资粮 所以我们也可以晓得 以这样的发愿文能够承办安乐以及安乐之音 它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在念完了《境经戒律陀罗尼》之后 我们要接着就是念《此时愿文》当中 关于《境经戒律》的愿文 再来我们在平时应该也要随念三宝的 比方说皈依了佛头之后 应该要随念三宝的功德 或者是像去思维在《三运经》当中 最后有一段补充的发愿文里面 就是关于一切如海的佛子圣中 他们如何行持 我皆予以随喜并且行皈依 也就是说我们在意念三宝功德的时候 应该要想着我所皈依的对象 是一切如海的诸佛佛子海会圣中 而不是说某某人他做得如何不对 他一定不是三宝的范围当中的一份子 所以我就可以去自一地批评他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佛陀他展现出来的历生实业 会有各式各样的形象 我所规境的 我所理尽的对象 就是各式各样的佛陀 展现的形意 所以应该要以这样子 《随念三宝》 在《三运经》后面所讲的 这个发愿文的道理去做思维 并且普遍的修功 清净心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全体能力道 本来有一些人也有一些人 其实跟着什么 当人所欣赏的探索 也是不存在因素 夏天您是要进行我 这种程度让您 所以当年 在这种刷刷 我认为 在这种人 就是 小兆都在那里的 那里的 那里的 所以 所以 是 有 所在 是 你 在 那里的 封筑讽 在 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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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建立最高器我 accident 成为咖善 彩教我 我的贱人 美好的 Że编 誰呢 只能給我 一會兒 我沒有 我就可以進去 他们的信息是在老师,我们全是习惯了方法 所以コ HImg 在那里,他们的信息在 一些达屋走到奥尼,他们的终于 他们的信息在这儿,对方看起来 圣者龙树菩萨他也讲过 欲行长进升天相端言 事故男女众人因勤行的这个道理 就是说从实修的角度来说 受持长进律仪将来能够获得广大的善根 能够转生在人间善去的无量的福德 所以对我们来说 对于在家男女信众来说 是一个不需要非常费劲 就能够修持的具有广大利益的法门 所以相关的公案在约登三昧经 也就是三摩帝皇经里面都有做说明 在经典当中的教诫是非常多的 同样的佛世尊过去在世的时候 也曾经讲过 即使一个人他以自私的想法 就是只是为了自立的想法 而受持一天的进诸律仪 这样子的人他依此福报 也是能够转生在三十三天的 诸如此类的公案是非常多的 由于他是出自佛经的 他是有佛经教证的来源的 所以是佛陀亲口所说的 真实的语言是完全确实可信的 下面又再次讲到了 就像是昨天所说的 如果在佛法新盛的时期 修持善种种善法 经于长节所得的福德 不如于末世佛法衰微的时候 受持一日的斋戒 乃至于做短时间的持戒 所得到的福德 像诸如此类的公案 昨天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按照着马云彭作任务学 他所写的 大圣斋戒功德利益的文章里面 我们就可以了解 那么昨天也说过 在引经据典方面 他是比较擅长的 所以我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解释 再次打住就可以了 这时候来了 就像是北京堂的 人在北京堂说 这个规定了 我的教育也很可远 让我一直打一下 我开始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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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变到心里她叫心里就可以继续一下 那么一次要剩下的综织 一个人为什么不说这些织织织织织织 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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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新作为 那时候我 speech that was not around 在小圣 比吉多圣 还有菩萨圣 还有弥陀佛圣 在密宙圣里面其实都有长进律仪的修持方法 比方说在别吉多圣里面讲的是进驻斋戒 在密宙圣的话 修持方式则是按照本尊与其来做禅修 如果能够结合别吉多圣 菩萨圣跟密宙圣来受持斋戒的话 其功德肯定是不可思议的 那功德方面在先前的课程也都讲过了 就不再赘述 那最后得到了斋戒之后 所从事的任何善根应该为众生回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 哪怕是短暂的修订的功夫也应该为众生而做回向 即使你不懂得任何的经典念诵或者仪归念诵的方式 你也可以将门关起来独处的情况之下 心里面想着 我这一做就是为了要药益有行众生而做的 然后去修定 让心能够稳定 最后就为了众生而做回向 这样子也可以算是一个做上修的方式 至尊中华巴巴大师他有一个关于苦乐交换的修法 这个修法有一个很简短的词句 词句的开头是这样子 愿苦海干涸 愿安乐等虚空 就是说愿整个如大海一般的痛苦能够完全的灭尽 愿所有的安乐能够充满整个虚空 我们应当要用这个方法来修持跟众生的苦乐做交换的修法 要晓得所有的苦因是来自于烦恼跟卧知 那这一点上面自己跟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所拥有的苦因是平等的话 那么我应当要领受如此的痛苦 我不管今天 我应该要代受众生受苦 比方说我今天再怎么样的疾病 再怎么样的磨难 那么就发生在我身上吧 愿我以此来使所有众生的痛苦的大海得以干涸 用这样子来做痛苦跟快乐的交换 是有非常广大的利益的一种修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能够运用的 以上就是关于修灾界的相关功德利益 跟它的价值的介绍大概到这边 我们将的一种修灾界的众生 会被换必 mata 我们在措明的安排 我们为的明天 我们在上天 也有一种市场的区别人 都会与它的西纲 在那边 我从来说 都皇上都会与它的山 都会与它的山 因为我们是用来 我们就在家里里 都是这样的 这种价值的 我们已经夫妻 尽比如说 天气时学习做慈恋的 一天就是 在此我发现 在空间做的 像作其说 这是一个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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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 所以他就在那裡 因為他不在意 所以所以他不在意 所以他在意 就知道他會有什麼 接下來要講到的是 十一面觀音的這個法門 這個法門是來自於吉祥比丘尼的傳承 他的要學習這個法門的時候 對於吉祥比丘尼的傳記 要有所涉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能夠拜讀吉祥比丘尼 他的相關事蹟是非常好的 因為在我們實修的時候 對於傳承祖師他們的心意 有所認識的話 能夠使自己曉得遵循的方向 比方說像我們職工嘎句派的話 應該要曉得吉祥宋公尊者 他的心意為何 像其他的教派 比方說主保嘎句 他們也要曉得自己主要的上師功德為何 因為在實修本尊的法門 或者實修任何教法的時候 曉得傳承祖師他過去造這個方法去做 獲得暖向獲得艷向之後 我們就會曉得說 哦原來這樣子做是可行的 那麼我也應該這樣子做 就像是烹調食物 你曉得確定了食物的滋味 是美味的時候才分享給別人 因為你自己已經可以 嚐過那個食物的滋味了 再跟人家說那你就吃吧 這樣子的話才是有意義的 所以當我們在講傳承的時候 是自己要從這傳承當中 獲得真實的體驗之後才往下傳 才為他人做分享 這樣子才有意義的 否則的話 就像是自己完全沒有品嘗到其中的意義 沒有品嘗到其中的滋味 就把它分享給別人的話 對別人來說也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就像是文字跟意涵兩個方面 最重要的是要授取那個意涵 我們光是從文字是沒辦法形成一種傳承的 文字它只是其中內涵的栽體而已 它只能夠作為內涵的傳達而已 但是最重要傳達的內容則是其中的意義 比方說我們嘎句傳承被稱為 職貢嘎句被稱為是石修真實的傳承 這個真實指的就是經驗的內涵 它是屬於內涵的傳承 比方說我們透過文字的念誦 當你念誦純熟以後 心裡面有所體會的時候 就想到說原來文字念誦意義是如何如何 這時候是從文字去反饋到自己 去反饋去印證自己所體會到的真正的內容 這樣子的傳承 這樣子的教法才會有力量的 也是我們真的需要傳達的 就像是我常常跟翻譯確認說 你是不是聽懂了 你聽懂了 因為你聽懂了才能夠傳達給別人 所以重要的並不是那個文字的表面的傳承 而是從這個意義上去認識 這個才是非常關鍵的 因此我們透過學習祖師的傳記 曉得他們怎麼樣去羞恥的 我們才能夠延續這個真實體驗的傳承 就是在裡面要說是從這裏面孔的 裡面要說 像是被人的傳承 他也有些人在身 Education 嘴巴 是因為是從這裡的分享 就是從這裡的體驗你 所以才發現他才有一個竊的 立體驗你 一來自通的 他也有一個竊的 我們這些竊的 竊的竊的 這期間是從這裡的 puff off上面 但我不说啊 操你拉着韶 кон瓶水 但我要 هي 了浪水本来撒断了 当然还是要是 picious Picasso 轻轻味好 与兰 它要是 于是 这个 Sempre啊 avors 它身边有 差不多 真的很 我 再 再 我 不 这个人说,ɒ, 嗯, 嗯, 你们这种鼻子, 我的脑子, 我的脑子, 太烂了, 它是很多, 它在忙乱, 十百万, 无法的, 你们只用人的认识。 通过来,我們要当地的认识他, 你们会上感到的。 当地你是否判断哦, 当地的 是否判断, 人家, 你们只是关 truth, 当地的天啊。 您会看这些人是否判断。 当地爐和做小孩的一些人他都不判断。 我很跟初代的教徒相説 什麼呢 會不會說 bra 那是為什麼 所以這次ü清和 因為真的要für 那點一份 怎麼有 為了 哪裡 怎麼有 那行 有 你說 怎麼con 在这个仪轨的一开始 它会有一个齐请文 这个齐请文是要获得传承的加持而做齐请的 这个齐请的意思是什么呢 齐请的意思是 这齐请的传承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它所传递的是什么 传递的就是此无量心的功德 所有的传承其实它都是此无量心的传承的 比方说我们一开始 而这个此无量心就是希望其他众生得益的想法 我们一开始在学习佛法或者是受持摘戒的时候 比方说刚刚所讲的一日的摘戒 我们可能是出自于自立的作意而受持的 可是这一开始是没关系的 因为一开始以自立作意而投入佛法当中 佛法毕竟是带来饶意的能饶意者 所以你对于能饶意众生的佛法产生信心 这固然是好的 但进一步的你应该会观察到 如果饶意所有的有情众生的话 真正最后自己也能够获得利益 如此一来你对需要获得饶意这件事情 它所涉及的对象 它的范围你就晓得可以广及更广大的众生 这个就是此无量心 所以我们说这个传承 它就是关于此无量心的一个传递的传承 如果真正培养此无量心的话 就能够得到最殊胜的加持 因为我们也晓得在轮回当中 我们都有我执 因为由我执而造业 这个造业的过程是由烦恼而促进的 谁促进的烦恼 是由我执促进的烦恼 所以造种种业的 在烦恼跟此无量心的关系方面 我执心跟此无量心是 彼此是相对立的 所以只要是有此无量心的话 那么我执就会停顿 就不能够发挥作用的 如果有自我的话 就生不起此无量心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晓得 到底修行的过程当中 所需要把握的精华重点是什么 这个重点就是 如果我因为造了种种的业 而转生在轮回当中 身是会受痛苦的 可是我的心是可以自由的 我的心是可以解脱的 心不需要经历这些种种的痛苦 即使身处于轮回当中 但是心该如何去挑事 该如何去修心 该如何使心获得解脱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他的身体是自由的 可是心是不自由的 心是没办法解脱的 这种状况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应该去认识到 身心两种解脱当中 何之为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想 很重要的观念 这些是人很重要的 人家做得到的 人家做得了 没法发与 牛舊人也想是 要做得更改变更改变的 再次就在大一派那里 所以叫做生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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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那我以为的人,是在殿佛的穿佛的再拍的 这一部分的女生就是平静的 我今也想到平静的,平静的 你今要畫是 好像很像八字、天啊 它就是 Arrival那 Фung 因為這也請之我 我認為他就像一座 在八上 然後 你看看! boot 像一共某一位公司堯以後發生的成績 回到這位公司堯以後 很快就像一位公司堯以後 今天的回合都會有所授訪 她也在網上有使用的 是九星大便 是九星大便 你在九星上 只要二星家 鑽在三星大的 你好像是一овой女生的,只是繞一一年 Netherlands 多连一個人家的父母 那他就是我和你兒子的父母 他在上去他姿勢 and親吻他 他與他無法我和你兒子的父母 可是他在我在獄祖母 據說 他就是我的家 我和他家 給我面前 我和我家的父母 他们只算这些厨量不得了 我一个人都没有说 这些人都没有说 我当于了死的亩竣 我又不知道 我说 男人都给他 是不是 在这些的人有条件 我还有一个人 什么人 你们没有 我没有导致 他们你们 在这些人 一遍 我当于说 我装滞了 在念完祈祷文之后,就会进入皈依发心仪轨在五十二页这边念诵诸佛正方以及众中尊直至菩提 我愿行皈依我所行诗等诸佛的威力众生之谷愿成佛 我们所皈依的对象是无量的三宝 那么他们现在处于何处呢?三宝的代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或者是从你受皈依界的时候的传界的上师 你就可以把它视为是三世一切诸佛的总集或者是三宝的总集 为什么说它是三宝总集呢? 因为你的上师他的身体是三世一切诸佛的代表 这个就是僧宝 他的语言就是法宝 因为他宣说的是耶利因果的道理 然后他的内心就是佛宝 内心极为佛宝这件事情跟几个层面有关 首先众生心跟佛心本性是相同的 就像是不同的灯泡它先接 就是它后面所接的这个电线可能有两条电线 不同的电线产生了不同 点亮了不同的灯泡 只是这样的差别 从他们都是灯泡来说 都是平等都是相同的 所以众生的本来的基础 跟佛心的基础是一样的 另外呢就是善知识上师他们的心是利他的心 跟我们的利他的心也是平等的 所以跟诸佛的利他的心也是平等的 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心就是诸佛的心 他的心就是了知空悲双运自信的心 因此说上师的心意就是佛陀 而且我们晓得如果远离了我之远离了自我 这个心的本性即是佛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上师即是远离了自我 正得了空悲双运自信的本性 如此的内心 那当然就是佛的心意 你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看待 善知识跟上师的话 我们就称他叫做不共的皈依 他既符合了战时皈依的道理 也符合了究竟皈依的意趣 在这样子看待上师善知识的时候 他就成为你值得寻求庇护 寻求皈依的对象 我们在讲到皈依的时候 他的意涵主要是予以救护 寻求救护的意思 那么在一般生活当中 我们有三种人可以提供我们救护 透过向父母寻求救护 在父母的庇护照顾之下 我们可以获得衣食条件的满足 从师长那边获得庇护 我们可以得到学问的增长 然后从国家那边得到庇护 我们可以保全自身的性命 可是这些父母师长跟国家 他们只能从这几个层面 在饶益我们当四大种的灾害发生的时候 当我们内心忧苦的时候 他们所拥有的自在 跟他们所拥有的能力 是不足以帮助我们超脱这一切 忧据跟苦恼的 所以我们需要皈依三宝 他的道理就在此 佛陀他告诉了我们正法 他所教诲的是善恶取舍的证件 善恶取舍的智慧 所以我们应当要向他寻求救护 向他皈依 他告诉我们无量磁心 无量的磁心可以使我们真正获得利益 由于熏修佛陀所教会的磁无量磁的缘故 你自己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人 自己就能够通达四无量磁的意义 具足磁爱 而且晓得如果去饶益其他友情众生 帮助其他众生 最终自己的自利才能够得以成办 所以虽然就像大家所讲的一开始是以自利作义而学佛 但是最终你会晓得利他才是真正的不会退的 真正的动力全员所在 我们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当中不断的想着一个概念 就是自我认为自我是坚实的存在着的 但这样子的心态正是我们所需要去 不断的经过进化跟锻炼而消磨掉的 如果你真正晓得这些道理自我是并非实存的 还有什么是佛 什么是法 什么是僧 那么自己就真正符合一个僧切的身份 如此一来就既能够帮助到其他人也能够承办自利的 那你何东西企讯不上嘛 对吧 地坏很正确的东西企讯不在这些道理 如果他们有所关注的东西企讯不在吗 太子企讯不在那里企讯所为 那是最企讯的东西企讯不在这些道理 但都在新的,今是3年,是2年1年到達, 不成為《青春之》在建築城市中有些造成的。 全是從來的, 對我們的建築城市。 我們都買了這些拿來的ram. 和我們不買這些。 和我畢竅的人有一個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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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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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最重要的 应该是心为观音 心为大悲者 因为观音的意思是大悲者的意思 它具有大悲心 才是真正的自身为大悲观音的道理 也就是你确认我自己拥有此心 我自己拥有悲心 所以我自己的心就是大悲观音 所以所谓的自己化现为观世音的意思 就是确认自己的心就是大悲观音 比方说在本尊《生起刺激》的语解当中 有所谓观想日伦月伦跟月伦上的中子字的这种说法 它实际上也是结合了法报化三身跟佛法身三种意涵的 比方说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日伦代表法身 然后月伦代表正法 月伦代表僧且 中子字代表佛保 那么他们同时也代表着佛多的法报化三身 所以光是这个日伦月伦跟中子字的这三个一组 本身他就已经具备三保三根本的意涵在其中了 再更进一步的来说 我们应该要晓得如果真正通达自己的心就是大悲心的话 那我们所关爱的对象就是自他一切有形众生 我们会知道饶意了自他一切有形众生之后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自立也得以成办 如果自立得以成办的话 当然对其他众生也就不会生反感 不会生反感心也不会生起真心了 那你就会真的晓得说原来 刹挪之间佛跟众生就能够完全产生区别 就像《文书真实明经》里面所讲的 以刹挪中成正觉 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安住在悲心的境界当中 那确实就安住在佛境界了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以观想自己为本尊的佛慢 而生起真实的悲心 最终我们会通达究竟的佛慢 也就是智慧的本性 因此一开始要自观为拥有大悲者的观世音菩萨 我们稍微等一下日文的翻译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 那我就要搞那些好 我先去那些好 那些好 那些好 那些乔佛 那些乔佛 是 我常常会的乔佛 那些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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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小伙子哪 Sing 没tingEN,有没有 пер wider,就因为,这样子可以做不完的了 都能看到一面人的身上 这一个是有脑离的有限 Bene, Л meat很好 这一面,太иг复了,最好习的 那一面你们的帮yu也要做到里面 这个像这里是做一个 这样子和她要都 你看着什么 当我们和她的帮 giraffe,那你哪求 那种是要做 incident medical回事 哦!有些人上去。 他如果不是不认识。 人家在这场上, 他们在所以说, 在这里说当年人生回来的这种现象, 我们也在这儿做什么。 他说说。 因为他们是在人家, 他们是在这儿, 他们是在这儿。 他们是在这儿。 他们是在这儿, 天朝風陀佛,西風陀佛,西風陀佛,中風陀佛,中風陀佛,西風陀佛,國神山平,和阻光陀佛,中風陀佛,中風陀佛,中風陀佛,上陀佛. 摸空的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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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掌握上 我算是有老人的 重大也一定要 我自己也知道 在整个大疗 自己也知道 在整个大疗 公安 他们也回去了 坐在那 那麽不夠講話 接下來是五十三頁後面的咒語 就是 這是進化的咒語 我們在觀想自己為大悲觀音的時候 當然也可以觀想自己的形象轉變 比方說小子說 我現在變成大悲觀音了 所以我的身體顏色應該是白色的 我應該是有十一面 身體身上也有許多的配飾 許多的手勢作為莊嚴 這個樣子的觀想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樣的觀想有助於轉化 我們現在對自己身體的概念 所以也可以有這樣的觀想 就是觀想自己的身相轉變 之後也是要做觀空或者是要進化 進化的時候 剛剛所念的咒語 它是屬於馬頭冥王的咒語 有時候我們 因為它是屬於蓮花布 那就以馬頭冥王的這個咒語來做進化 之後呢 會觀一切法性空 比方說我們平常在其他藝閨裡面 也會念 阿彌陀佛的這個咒語 它是觀一切法空 怎麼說觀一切法空呢 因為我們在這個時候要禁除 清淨跟無會的概念 有些人認為 一切都是潔淨的 那才是殊勝的 如果是有不潔的成分 有骯髒無會 就是應該要秉除的 它有這樣的對立心存在 所以我們在觀空的時候 了解到一切法 它沒有清淨跟無會的分別 因此念誦這個咒語 因為如果你執著一切法 是有清淨跟無會的差別的話 那就會產生不能夠對究竟意的了解 因為究竟來說 外在地水火風空等五大宗 它的自信就是五方佛佛目的自信 而眾生煩惱向的自信 實際上就是佛的智慧的自信 如果你認為這些是有清淨跟無會的差別 就成為了五方佛的自信 也有清淨跟無會的差別了 實際上眾生的心跟佛的心 完全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單一有情的心跟其他有情的心 也是沒有任何的差別的 它們是一味的 它們是不相異的 它們沒有任何的不同 如果你從清淨跟無會的觀點 來看待這些萬法的話 那你可能 比方說你只說某一件事物清淨 實際上它等於間接地說明 其他的事情 全部都是清淨的 與此相反的 與結境相反的 就是你認為這個東西不結 這個是不清潔的 所以其他的東西都有可能成為不結的 讓你如果認為其他東西都是不結的 我自己特別突出 我是清潔的 這樣子的想法 實際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當我們在關空的時候 實際上是要約束自己 要讓自己這種 對於事物有結晶跟無會的分別心 要能夠受到降伏 不要去思維 到底這個是結晶或者是無會 不要去思維這樣的事情 因為在究竟意義當中它是不存在的 而是儘管不斷地去想如何去饒益其他有情眾生 如何饒益其他有情眾生 最終也能夠饒益到自己 就像是昨天在講戒本的時候 有一句話講到說 未成饒益故 未成利益故 所以我們想的是要如何去饒益有情眾生 再接下來是咒語供養加持的部分 南無沙羅佛大和佛提 courage 這個咒語 它指的是一種頂禮的咒 之後是 рос佛大和佛提れ specifically咒語 它指的是 packer 將供品轉化為無量無數賞心悅目的供養 所有對男性的眾生都成為永賦 所有女性的眾生都成為空born or天女 他們手中都持著無量的供養品 而一切的物質都轉化成為 供養禁虛空祭的諸佛的廟宇供養 所以用這個咒語來使 來使供品轉化廣大 我們要曉得這些供品 所加持的供品 它的本來的基礎是剛剛所說的 超越了結晶跟污秽的差別 在根本的本性當中 結晶也無法成立 自己也無法成立 相對於自己的人也無法成立 一切二元法都是無法成立的 所以所謂的供養加持 實際上是提醒自己 要超越結晶跟污秽 要超越二元心 這樣子去觀想就是所謂的供養加持 雙魚鉄魚 完全不可能 不可能只能看 就是肚子 是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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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肚子 啊 自然有何以後 我現在所想的 我們就有 我們房子 現在是 有個 假衍 有一個 老大 跟 一 就是 你民生多年一军 他就从小在这里 这一决心 这决心 赵渥河浦 那一决心 赵渥河宠 赵游 这他都做过了 赵游 什么 赵渦 什么 自己 这么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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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